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9号访问德国期间 中德双方发表了中德关于共同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 温家宝总理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积极评价中德关系的良好发展 并且重申愿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双方商定 一加强经贸货币财政政策交流 双方愿在可能的范围内 支持对方根据自身情况为促进增长所采取的举措 二将在现有基础上寻求新的合作领域 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尤其是扩大在气候变化 能源环境技术和循环经济 医药和生物技术 基础设施 交通和物流 金融服务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 三将采取切实措施 保持和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支持两国企业参加对方技术和产品展览会 保障和落实知识产权保护 并尽可能为两国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四鼓励并支持两国企业加强双向投资 通过加强投资带动双边经济关系 公正平等对待国内外企业 五支持两国中小企业加强合作 并对其在投资融资税收贸易等方面提供便利和支持 六两国旅游主管部门将致力于加强在投资 培训宣传推广方面的旅游经济合作 尽可能为本国公民赴对方国家旅游继续提供便利 七主张减少贸易限制 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八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 落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华盛顿峰会共识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并为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伦敦峰会取得实质成果 做出积极贡献 三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华盛顿峰会取得实质